记者红尘红高雄报道,中钢的矿沙船求新轮今天上午9点40分反抵高雄港, 转弯仅79号码头时不慎擦撞长绒的掌满轮火柜船, 掌满轮为右衔被撞到凹陷,但人员及主要设备无碍, 由于这已不是第一次发生类似事件,相关单位将查明赵泽中钢求新轮 今天从澳洲搭载铁矿沙坊底高雄港,操船从二港口准备进入中钢101号码头航道, 求新轮从78号码头转弯时,不慎擦撞到停靠在79号码头的掌满轮火柜船 中钢运通公司指出,求新轮进港时下入滂沱大雨,水流较强, 不过当时操船人员又看到掌满轮,仍发生擦撞。 中钢运通表示,港区已经发生数起类似事件, 中钢矿沙船两年前也曾在77号码头擦撞另搜船只, 事故原因将由航港局、饮水人工会等单位查明, 涨满轮事发时已经装满货柜准备出港, 目前得等待鉴定报告出炉,由交通部航港中心放行出港。